嗨大家好 我是蜂豆小王子 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我是今年正月份的时候羊的嘛 所以身体状态不是那么好 然后本身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也在测试各种不停的很多项目 所以说最近比较有时间 然后就录制一下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币种 他就是Dog WOW 然后呢他是一个狗狗币的一个分岔币 然后呢他是一个EVM狗狗币的 就是说他有狗狗币的属性 还有以太反的属性 具体的等一下我 我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他这个币的一个 就是介绍吧 这个作为我们矿工呢 也不要太多的去了解这些东西 因为因为只要他是一个热度币 然后呢只要我们就可以提前去挖的时候 他每天的量比较大 我们只需要挖一段时间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至于他未来能不能上呢 就看运气了啊 他能上线那是最好的 如果上不了线 因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电费啊 因为挖的时间就可以换掉 据说是5月份的时候可以上线啊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推特啊 这是个推特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关注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小狐狸钱包 添加网络的一个参数信息啊 你们可以一条一条的去看一下 看他的一个发展路线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是2023年的2月份加入的推特 然后现在在3月18号对吧 现在挖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挖的吧 我这个小狐狸挖的是 这个是将近30万了啊 将近30万了 我只有弄了几百兆了啊 一开始弄了一个季 后来挖了挖的我就捡了几张卡 只有几百兆的算力吧 挖了大概距离多少天我记不太清了 反正反正一个季的算力 所以当时挖的时候一天能挖将近两万个啊 两万差一丢丢吧 现在我没有去看了啊 因为我准备在挖一段时间 挖个三五十万的 差不多先放在哪里了 如果你的算力大的话 可能几天就能挖一百万啊 不管呢上不上线就看 看他能不能上了吧 最好能上 上不了也没也没关系啊 呃第一条推置顶推特 这个就是小狐狸添加这个网络啊 其实你一开始不添加也可以 你只需要用你的以太坊的收款地址啊 以太坊的收款地址 呃作为作为你挖矿的收款地址就可以了 后面自己添加网络就可以了 你在这里点这个添加网络 小狐狸里面啊 然后点这个手动添加网络啊 这里面把刚刚的信息添加进去了啊 老宽工这个应该都知道啊 怎么怎么去操作的 一会我把它贴到视频下方吧 你们可以找到推特里面去找一下啊 呃这是添加网络 然后我就先不用说了 然后呢 再看一下怎么去 我先演示Vinus怎么去挖吧 啊 只要你会以太的挖 这个就肯定会啊 我们先去gethub上面去下载一个 呃nbminor吧 或者是霸王龙都可以啊 无所谓 啊 我们找到这个nbminor的一个 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他那里面很多重名的 有的并不是这个 点进去 然后再点这个最新版本 然后找到 windows版本的 点下载 好 就下载很快啊 我们先解压一下 好下载完了 下载完了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 他原来的eth 或者etc都可以 他的算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右前边节 首先一样的 这前面都不用动 就这个部分 就是矿磁 对吧 然后这个部分 是钱包 对吧 这个部分是你矿机的一个备注信息 好 我们首先要找到他的矿磁 矿磁在这里啊 他这个官方推特什么 有一条推文里面有啊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我一会也会贴在视频下方的啊 然后找到这里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minor 还不在这里啊 帮助 对 这里就可以找得到啊 你看到 他这里推荐用八王龙 然后呢 就是八王龙的一个参数信息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用管 你也可以完全复制啊 完全复制也可以也可以 我们要的是他这个 呃 他这里是tminor啊 就是八王龙 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也不用复制 原来的就是和这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一起复制吧 目前这个矿磁 应该是没有被强调 你可以直接去 直连 啊 如果后面挖不了呢 你就可以可能需要处理网络了 你最简单的是可以去我淘宝派个路约器 这样子所有的矿磁呢 就是可以直连啊 好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替换 好 注意不要多空格 也不要少空格啊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钱包地址 你直接用你的以太坊 所以款地址就可以了 我们点这里啊 这里我显示这个是我添加网络 就会显示这个啊 一点复制 然后呢 粘贴 好 然后这个是备注信息 比方说我这张卡是3090 我就改一下3090 然后保存 好的 然后呢 我们试一下啊 算计它看能不能运行 好的 这里出现紫色的字 顺便就已经连上这个网络了啊 所以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下面要做的 无非就是超频 超频的话 Windows你可以用微星的小飞机 如果是你用轻松矿工呢 用多了呢 也可以啊 这也可以用轻松矿工去玩啊 啊 就是一个超频方式 用这个条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就不做多说了 如果实在也不明白 到时候可以加我微信啊 这里就先不用管了 因为我在录视频鼠标在动 所以说这里显示105 正常应该在120左右啊 3090的显卡 就是以太算法的 好 这里我先关掉 然后我们下面也试一下 HiveOS是怎么去玩啊 这里是我其中的一个账号啊 之前还有几个我停掉了 停掉了 因为在加弄东西 比方说我用这张卡去演示吧 你首先需要点把你这个 你点这个首页啊 在你钱包里面 添加一个钱包 然后呢 你这里输入币种 币种这里 可以人家看不到的 看不到D O D E W W 你可以手动的去选择一个啊 添加一个 比方说 加个测试吧 找不了 1888 点一下 然后呢 把你这个 这个钱包的以太的售款地址啊 上天上去 给他备注一个测试钱包 好 参见 参见完了 我们回到首页 你想用哪一个去挖它 你就点进去 然后呢 到这一个页面的时候 点飞行表 所以这个页面 不用不用选框机啊 你飞行表选择完以后 然后这里选入币种啊 就是这个刚刚添加的888就有了 对吧 钱包 测试钱包 对吧 框池这里不用改啊 这里挖矿软件的配置 对吧 然后选择挖矿软件 呃 我们同样用nbmine的啊 然后呢 挖矿软件配置 这里算法选择以太坊的算法啊 这两个好像都可以 因为我用的是这个 应该是都可以 然后钱包模板这里点第一个 好 这就是框池地址了啊 框池地址 我们把这个这部分 呃 这个部分 粘贴上去啊 粘贴上去 然后其他的博用管啊 应用更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测试 呃 dog w w 3月18号 可以注意一下 穿件 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达表先到首页 选择这个矿场 对吧 然后这里选择矿机 对吧 然后再点了飞行表 对吧 然后我们刚刚添加了测试 对吧 点发送 就可以了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这是我原来的成功了 你看这个这部分内容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这都一样的 就是我们点这个发送 刷新一下啊 把你最新的飞行表发送过去 就可以了 点那个发送 然后就先跟我和我现在这一样了 就在挖了 啊 无非你要做的就是一个 操屏啊 操屏什么的 这你就随便点了啊 根据你的显卡不同 因为我这个有一张1660是 抓到OS测试的 就随便调了一下 正常的应该在2526啊 如果是每光颗粒的 应该可以到27 是以太算法的啊 这功耗不对啊 功耗应该没有怎么搞 不应该70多瓦左右 75瓦多少来的 还是65啊 好 这个OS目前就是这么挖的啊 也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B和ETHF有什么关系吧 它和ETHF是有关系的 你看我这里问他了啊 我可以再问一下 大家没事可以多用这个 呃 就是 是ChatGPT啊 还是什么呀 还是微软还是微软的这个 就是反正微软和ER 反正都是整合了openAR的这个功能啊 很多东西你可以网上找不到资料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通过这个AR去问他 他有的时候找的比你快 管理比更准确 你看是狗狗币的一个分岔项目 它升级为以太算法 兼容以太反的EVR们 让更多以太反显卡的矿工参与网络啊 呃 ETH就是支持就是我们现在现在的这个币啊 1比1空头 就是通过这个跨链桥到ETH网络上面啊 这个具体你可以在这上面找 他这里都有的怎么去跨链 有机会我再更新视频啊 呃 这个大概就这个样子 呃 然后呢 然后就是 网络这一块啊 就是你现在他这个矿池啊 就是还可以直连 后面如果挖不了呢 或者说下一个有其他的币种的时候 呃 挖不了 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去过淘宝派个路由器啊 就这样子你所有所有的显卡矿机啊 都可以反问所有的网络 所有的矿池都是直连的 不需要说做什么中转呀 还要用别人的撤水呀 那是不可能的啊 嗯 然后呢 就是像这个币种啊 其实我很早之前挖了 然后我在VIP群也分享了 啊 呃 因为很多东西我只能一开始在VIP群 毕竟是收费的嘛 先分享等挖的差不多呢 只能说再公开啊 因为我最近也在测试其他的有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用显卡不挖矿做别的东西 所以要应该要比挖矿高一些 但是门槛也会高一些 就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还有个项目可能需要投点钱 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几天 所以还可以啊 一天还是比较 投资了几千块钱吧 然后一天能有个100 200 300 都有可能啊 这个回本还是挺快的 但唯一风险就是你投了投了一点钱 啊 行吧 我这几天在找下一个B总 大家如果说想不要错过一些投框项目啊 可以记得关注一下我 然后小铃铛打开 还有呢 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我微信啊 我会拉大家进QQ群 微信群 还有电报群的 电报群 那个下面也有 那VIP群是收费的 有兴趣的 可以考虑联系我啊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